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潮取交 这是昨天在有关中国问题时吵得比较凶的 那个原稿我自己看过 叫韩朝海 韩朝海,韩连海 韩连海大概是在推特上 他说国内传出的消息 主要重点就是王岐山下课 他大概的说法就是习近平在10月14号 今天是10月18号 我这还18号 10月14号那天上午狂咳不止 下午人就消失了 然后现在知道的 他实际提前三天结束了广东之行 跑回去了 好来我们说呢 我们节目中说 我估计他搞不好病了 出事了 原因就是他在潮汕地区 所有人口罩都没戴 等他到了这个深圳 下面都戴口罩 那作为40年改革开放 他不可能不去广州 不去珠海 那个珠海跟深圳是不相上下 作为纪念的概念来讲 珠海的地位高过当时 其实当时珠海的地位 在相当程度上 完全有别于深圳的 那个珠海是不得了的 他不去珠海 那根本没有道理可讲 我们有期节目讲过了 说就是他应该是身体出状况 我们也提到说 王岐山如果他拿王岐山下课的话 他的可能就在于他 王岐山对他底细太清楚了 那作为他来讲 中共的这种人来讲 走到这份上 他不接受王岐山 同时其实他也不接受这个栗战书的 但王岐山的性格所致 年龄所致 因为他年龄大了 对吧 那性格所致呢 那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那在相当程度上 等于是给王岐山来一个烧鸡大窝婆 就像德州爬鸡是一拧脑子 给撅得从屁股里头插里头 我相信王岐山 从某种程度上恨死他 应该讲恨死他 因为人算不如天算 怎么算也算不出 这个兄弟做出这种事情来 这是在王岐山 对待王岐山的态度 习近平就是完全的出卖 完全出卖 他出卖的 他对出卖王岐山的做法 表明在他眼睛中 所有他身边中共的官 都是一样的结果 你不用讲谁比谁近 其实你都不用分析了 你在谁比谁近 你也没有进过 他王岐山曾经跟他睡一张床 睡一张床 对吧 照顾他 光不留条照顾他 你也谁也没有照顾过这份 他是走过来一生了 那时候习近平才十几岁 他现在六十多 对不对 他跟王岐山 他给王岐山使坏的时候 他六十五 今天六十七 那你他上这个 梁家梁天盒的时候 他十五岁 五十年内 对不对 你一辈子就只能活过一个五十年 第二个你活不过来 活过一百岁的不多 所以你不用再想了 什么菜齐齐菜的 李强强李的 那么狗熊败棒 瞎败 他是他对谁都可以下去手的 所以我曾经说过 我说他如果弄了王岐山 什么张又霞 就这有兵权的 张又霞 他许齐亮 王小红 王小红是他带去的 身边带枪的 那一枪保了他 这保不齐的事这个 因为事情走到这份上 你我早晚得折在你手里头 你这个东西 手楼弹炸毛坑 集体民愤的事 那谁都不干了 对不对 总会有一个人出头的 这些东西都是时辰来的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 跟大家解释过的 那并不成想说 在他习近平 10月14号这天 回去的时候 网上就流传了 这个王岐山 这个接替的说法 他没有任何别的 跟我们当初看的 概念是一样的 应并下课 接替的是李强 提前 他主要说提前三天回去了 韩联潮贴着贴着 五中全会 新的这个彭打 真实性难说 王岐山下课 李强 李强去接副总理 或者国家副主席 兼上海书记 黄坤鹏接王沪宁 那王沪宁也下课 王小洪接公安部长 王小洪接公安部长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原因就是说 他当初 王小洪是公安部 常务部部长 他从 然后他监管着 习近平的 个人的安危 那他如果去接替 公安部长的话 那谁去管 习近平的个人安危 公安部长在习近平身边 做他的 完全的保镖 不对吧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所以蔡奇去政协 李小鹏接市委书记 最后没定 大家自己判别 我个人觉得这些呢 不好说 我只能说不好说 但他出事是肯定的 在我们当时说完 14号 大概15号 我们做那期节目 说 我说说他可能得病了 14号那天染病了 后来他应该是在15号 是16号 今天18号 大概16号 政治局也是政治局常委 开了个会 结果就决定了一条消息 我不知道有没有照片 我说实话 这个基本他就这样了 现在重心在美国身上 就有了一条消息 然后这政治局开了个会 就确定这一条消息 是政治局常委 然后我看了一眼 有人说 怎么会政治局开会就这么一条 他没有别的 他政治局开会的目的 是想跟别人证明 他习近平没得病 但如果没有任何实际的照片 图片 只是口头播文的话 那他习近平1689得病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 那如果真的习近平得病的话 这个消息搞不好 是障眼法 用王岐山下课 去转移人们的目标 非常有可能 这个东西会比较冲撞 就像我说的 那我做这节目都做十几年了 我今天看到国内消息 根本就 我觉得没啥 现在重点不在哪 现在重点确实在美国大选上 它将决定 它是一个决定大的一个环境的改变 你现在可以看一下 法国大概十几个城市 全都捞股当了 全都捞股当 然后法国出现一个 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教课 在讲到那个极端宗教的问题 结果他下课的时候 被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 现在法国在承受这份痛苦 是他自己的移民政策造成 现在都是因果造成 对不对 西方的社会本来是 以他的文化为基础 以他的信仰为基础 包括美国社会 结果毫无端端的去 被那些强调肉欲的自由 所谓的友善 然后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欧洲国家是有这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他败落的原因 他分不清什么叫真正的善 什么叫真正的恶 因为他都活在肉上 你让我说就这么简单 他活在肉上 他就倒霉 因为他认不清什么叫真正的生命来 生命的人性 所以在今天的意大利英国 意大利英国 法国 法国 德国 德国那天是两万多人确诊 荷兰 西班牙 那个确诊的数都在往上走 如果我没看错眼的话 如果我没看错眼的话 美国大选完了之后 这个冬天很难过 那美国大选的结果将决定了真正的大灾难的 他的程度 我说句难听话 这是我个人 咱们就这么说了 我也不懂个预言 我只是我完全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这是 所以我在节目中才把重点放在美国身上 美国大选身上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习近平没露面 那个而且为了表示露面 所以编造出一个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话 那他出事了 这个东西可能是假的 用王岐山所谓下台的说法 去掩盖习近平身体出状况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